歌手李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左腿天生有残缺 给他带来了不少的痛楚 他的老公婚内出轨三次 他视为己出的妓女 却还要站在老爸那边 导致李文的情绪状态都不好 患上了抑郁症 最终选择了轻生 看到这个事呢 觉得挺震惊的 我觉得可以借此机会 跟炒股的朋友们 聊几句抑郁症这个事 投资大师利夫摩尔达 应该听说过吧 他一生纵横资本市场 但是最后却是破产自杀 可是他自杀的根本原因 并不是破产 因为事实上 他经历过四次破产了 失去财富这个事 不足以直接摧毁他 真正摧毁他的 或许就是抑郁症 利夫摩尔年少风流 见识过无数的美女 但是他的婚姻并不顺利 他结过三次婚 第二任的妻子情绪非常极端 曾经开枪打残了自己的儿子 婚姻和家庭的烦恼 一直在折磨着他 让他患上了抑郁症 最后的一次破产 利夫摩尔失去了事业 生活也一塌糊涂 最终他选择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并且留下了一句话 我的一生就是一场失败 这句话其实就是 抑郁症的一个典型表现 自我否定 而对炒股的朋友们来说 是需要极其强大的内心的 因为你每一次的失败 都会伴随着强烈的自我否定 久而久之的这种情感 会打上烙印 成为导致抑郁症高发的因素 这种否定感不仅会来自于 金钱上的损失 更加会来自于 对于自我价值的否定 就好像总有个声音在告诉你 你很平庸 你无法征服市场 更无法征服世界 你连自己的生活都经营不好 如果看到这里 您会有很强的共鸣的话 那我建议您赶紧休息一段时间 要么清仓 要么做长线 反正远离市场一段时间 就不要天天盯盘了 而是多陪陪家人 或者是安安静静独处一段时间 看看书跑跑步捋个油 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多赚点钱 但有个前提就是 至少不能把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的内心给毁掉 不然就算赚到再多的钱 孱弱的内心也无法支撑这些财富 你看即便是像李文这样光鲜亮丽的明星 他不缺钱也不缺成就 他也会有内心的困扰 那对于我们普通来说 更加要时刻提醒自己了 而对于投资者来说 亏钱会让我们难过 但真正让我们感到绝望的是那种否定感 而这种绝望 它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 最后呢 我想祝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遇上呢 别和自己过不去 共勉 35岁就已经迎来中年危机了吗 我不知道现在屏幕前呢 你们有多少是88年以前出生的 如果你是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可能已经考不了公务员了 然后呢 在很多的大城市 已经不能人才落户了 同时呢 有很多高薪的大厂进不了了 35岁啊 就仿佛已经变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 让一些人面临着求职难 流动难 晋升难 再就业难 在去年两会的时候呢 建议公务员考试取消35岁这个限制 这个话题就登上过微博热搜的第一名 然后今年两会期间 35岁的就业门槛又在持续的引发热议 比如说像全国政协委员江耀东就建议 启示单位应该结合实际情况 向35岁以上的群体倾斜 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也建议 应该强化一下法律制度的保障 不得把年龄作为招聘 晋升或者是辞退的红线 这两条建议吸引了接近5亿次的关注 超过八成的人都是表示支持的 因为不少网友都认为 35岁 有工作的经验 社会阅历也丰富 家庭的负担优重 确实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嘛 其实在35岁这个话题 高热不止的背后 是来自于大家的年龄焦虑 全国总工会 2022年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 35岁到39岁这个年龄组的职工中 有54.1%的人会担心自己失业 有70.7%的人担心自己的技能以后会不会过时 还有94.8%的人感觉到有压力 各项数据都是各个年龄组中比例最高的 而对于35岁危机这个词 百度词条里是这样解释的 说这是人才市场上存在的一种现象 因为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 都会明文规定 只要35岁以下的 那这种35岁危机 它不仅对于求职的人影响比较大 对于企业在职的员工也会有不小的冲击 很多员工在过了35岁之后 就会担心万一公司裁员把我裁掉了 中年失业怎么找工作呀 那生活不就危险了吗 确实有不少企业他们会认为 35岁就意味着工作的热情也好 工作的经历也好都会出现下降 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产业转型升级 所需要的人力支撑和资源经验储备 像吕国泉就指出 35岁职场门槛跟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趋势 是背道而驰的 它会造成就业市场的人才浪费和断藏 会增加劳动者的焦虑 所以他建议应该明确一下 就业年龄歧视的判定标准 增加监管处罚的可操作性 同时机关单位就应该带头发挥示范作用 探索一下放开公务员考试 35周岁的限制 那目前能够看到可喜的变化就是 公务员考试35周岁的限制 今年多个地方已经有变化了 媒体是报道说 已经有大概10个省份 把他们部分的岗位 年龄调整为了40周岁以下 有多少人现在已经不敢看账户了呀 又有多少人现在都不敢看大盘了呢 咱们莫非这是想三个月 走完日本30年的下跌路吗 这个月A股德跌幅创造了历史 创业板下跌16% 是16年熔断之后最惨的一个月 科创本下跌18% 是成立以来跌幅最大的一个月 中正2000下跌了21% 跌幅历史第二 再这么跌下去 韭菜都要断茶了呀 经济学家刘一辉 最近又忍不住呼吁 就是再大手笔一点 短期拿个两三万亿出来 长期拿出十万亿 为什么必须要救市呢 因为如果很多人同一时间一致的卖出 那市场一时间没有那么多资金承接 股价就会暴跌 这就是股灾的本质流动性危机 你想啊 当一个雪球从山顶上滚下来的时候 它会越滚越快的 根本停不下来 杀伤力极大 这个时候呢 只能靠外力先把它给顶住 出手的越晚 救市的代价就会越大 早在1月9号的时候 刘一慧就曾经建议把A股的融资暂停 让股市休养升息 但是现在他认为 救市难度已经升级了 最近呢 其实神秘资金也在持续的买入护城 在买中字头等等的股票 但由于力度不够 结果周小盘更加血腥下跌 救市救出了个股灾 至于到底该怎么救市 刘一辉的建议 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挺靠谱的 他说呢 可以设计一个收益互换的金融结构 让保险公司可以敞开来买股票 国家队 证金公司 给保险公司兜底 五年内 如果保险公司的年化回报率低于4% 那就证金兜底 给补足这个差额 保险公司有30多万亿的盘子 随便买个几万亿那真是轻轻松松的事 而且保险公司现如今资产荒 他们买国债的收益都不到2.5% 正愁没地方花钱呢 这个方案根本不需要多印钱 只要证金得到央行的承诺就行了 而且4%的保底其实也不多呀 现在护身300度已经跌到了2018年的位置了 股息率都达到了3.2% 纯靠分红都差不多够了 更何况现在这个位置 拉长时间来看真的问题不大 在过去的三年里 我们的港A股跌掉了45万亿市值 什么概念呢 9个上海2023年的GDP 这么大的一笔财富就这么蒸发掉了 这得是多少中产的积蓄 多少企业家的实业 多少普通人的饭碗呢 再这么继续蒸发下去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刘一辉还说了 成立了凭准基金 其实也不一定真的会动用的 就放在那里 就像供在神坛上的官邸爷一样 时不时的烧根香拜一拜 那就是一份信任 看到带头大哥真的拿钱出来了 小弟们也就没有那么怕了 其实呢 这是典型的预期管理 美联储在这方面就比较老 美元怎么了 这是要崩吗 这几天 伊朗下令直接打击以色列 美股持续暴跌 比特币一夜十万人爆仓 日本连夜加息 被刺美国 人民币大幅升值 全球正在掀起一场多维度的货币战 而这些乱七八糟的时候 其实同时都指向了四个字 美元某定 石油黄金算力 军事贸易以及盟友 各个维度都在面临着挑战了 同时呢 今天美国非农数据出炉 非农就用人口增长11.4万人 远远不及预期的17.5万人 失业率上升到了4.3% 而这一切都预示着 美国将在九月份降息几乎成为定局 现在已经有参议员在责怪鲍威尔了 说他没有在八月份降息 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要知道美元某定目前有两件最敏感的事情 第一呢就是高达35万亿美元的美债 一旦处理不好 就会导致美元信用破产 之前耶伦还曾经直接警告日本说 不要抛售美债哈 不然就把你列为汇率操纵国 但日本毕竟是去过珍珠港的 不吃你这一套 七月份直接加大力度 一个月的时间把美元对日元 从161干到147 现在欧洲和英国已经率先降息了 为即将到来的美元降息铺路护航 而被美国吸血的日本 却在美国释放降息信号的同时选择了加息 导致前两天日元暴涨 加速了美元的下跌 同时呢也爆起了那些做空日元的美国资本 此外从4月份开始 日本已经结束了连续半年的美债买入 转而开始大笔的抛售美债 用于稳定自己的汇率 而华尔街也不是吃素的 做空日元挨了打是吗 就去做空日本股市 日本宣布加息之后短短两天时间 日经二物指数暴跌了8% 在日本股市里面外资的占比超过了30% 所以呢这一波的暴跌 真是少不了华尔街空军的助攻 此外呢美元毛钉还有另外一件很敏感的事 就是金融系统的风险 美元之前加息虽然是疯狂红吸全球资本 但是也给他自己的金融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像之前硅谷银行共和银行破产 就是因为加息过猛啊 像之前我们视频里面也聊到过 美国跟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高血压大战低血糖的博弈 美国一旦发现无法打垮并收割对手 就会选择降息自保 春江水暖压限制 巴菲特去年就开始抛售银行股了 7月份更是三度抛售美国银行股 累计套现超过30亿美元 如果美国一旦在9月份真的开始降息 那就意味着终究是高血压先顶不住了 同时呢这两年全球央行疯狂增持黄金 以及美元对石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这都显示着美元锚定出现了动摇 在各方面的博弈中 坚不可摧的美元霸权 终于是出现了一点破防的迹象 如果美元持续时矛 那么在这轮降息中 国际资本将会迅速的撤离 很可能就会导致美股的快速下跌 然后资金流入到那些持续紧缩的市场 高手过招 往往比的是谁先出现失误 过去三年已经充分验证了 我们有足够的韧性 而现在位于缺少的 阿里动了个大手术 但是没想到居然这么大 把董事长都给换掉了 投资出身的蔡崇信 顶掉了财务出身的张勇 同样有风头背景的吴永明 接过了张勇的CEO的担子 而张勇本人呢 去了下面的阿里云当董事长 all in云计算业务 搞出来这么大的动静 其实也反映出来了 阿里现在正在面临的危机 到底是什么危机 这么换帅的用意何在呢 首先我们知道2023财年 阿里的收入同比只增长了2% 由淘宝天猫等等核心业务 构成的中国商业业务收入 同比还下滑了1% 然后呢在这份报告当中 阿里巴巴甚至都没好意思 公布他的商品成交总额 也就是GMV数据 而他的老对手京东 去年的GMV同比增速 还有5.6% 拼多多2022年的GMV 同比增长了22.95% 抖音电商则实现了 接近80%的增长 要知道电商起家的阿里 他一直是行业里的龙头啊 最高峰的时候 他在电商的市场份额超过80% 绝对的是一家独大的 可是现在阿里的市场份额 已经降到了50%左右了 就连马云都拿出了 诺基亚和科达举例子 他说呢一家企业 从行业的标杆到死亡 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足够了 而在互联网这个行业里面 这个速度可能还会更快 然后呢马云还判断说 接下来应该是淘宝 而不是天猫的机会 阿里电商应该回归淘宝 之前阿里是一直认为 中国的消费是日益升级的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 阿里都是把重心放在了天猫上 搞品牌专卖 走精品化的路线 但是呢随着拼多多这平台的崛起 和大环境的变化 这个消费升级的风向 突然就变成了消费降级了 9块9包又突然就真香了 其实啊 当阿里完成赋美上市 成为了市值数千亿美元的 电商巨头的时候 由财务出身 善于控制成本的张勇来守城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现在呢 竞争环境发生了变化 当不进则退的时候 再防守就不行了 这个时候换一个擅长风险投资 资本运作的人来冲锋 确实显得非常有必要 倒也并不是说 张勇的个人能力有所欠缺 而是整个风向已经发生了变化 阿里面临的问题不少 但是我觉得他核心的问题 或许就是 始终都没有能够在 这个社交领域里面扎住根 虽然他曾经也是努力过的 比如说像原来那个 支付宝集五福的活动 其实本质上就是想建立 自己的社交网络嘛 像淘宝 天猫 支付宝 这些用户量再大 但是购物支付这样的行为 比起刷抖音 看微信 这种社交和信息需求 就只能算是低频需求了 咱们每天需要看上几次的微信 可能呢一刷短视频 要刷上几个小时 但如果你想要让人用头